上一讲,我们讲了事先免责条款的效力规则。 你知道了,除了质干风险等情形, 在合同中约定人身损害事先免责条款都是无效的。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说合同旅行。 合同旅行在实践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在弥法典礼与之相关的规则也比较多。 这一讲,先来说合同旅行的一般性规定, 还是先从一个案例说起。 老胡要开一家商店,就与县能业局下属服务站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期一年。 租期内商店效益不错,老胡就想出支装修房屋,要长期使用。 服务站也同意,双方就续签了租期十年的租赁合同。 合同续签后不久,房屋价值飙升。 当在老胡进行装修的时候,服务站就出来阻止了。 理由是,老胡的装修会破坏房屋结构是违约行为,要求立即停工。 老胡不干了,认为服务站无故阻碍装修才是违约。 双方互相指责,就发生了争议。 本奖案例,就是双方在订立合同时达成了工时可以装修。 但到了实际旅行阶段又出现分歧了。 服务站认为老胡破坏性装修,是不当使用房屋属于违约。 但老胡认为服务站出尔反尔才是违约。 这种情况,法律会怎么认定呢? 这就涉及到本奖要说的合同履行规则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弥法典是如何规定的。 所谓合同履行,是指合同债务人适当地,全面地完成合同义务, 让债权员的合同债权得到完全实现。 合同履行是合同法的核心。 没有合同的履行,当事人在定立合同之初对合同利益的期待就无法实现。 所以,民法典会规定担保制度,违约责任,以及保全制度, 也就是用强制措施,限制财产流转。 这都是为了保障合同履行。 既然合同履行这么重要, 那肯定不能像开头案例那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而是要以法律规则未准绳。 因此,民法典第509条就规定了合同履行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 分别是约定匕首原则、诚信旅行原则以及律设原则。 这些原则是贯穿合同履行始终的,非常重要。 咱们挨个来说。 先来看约定匕首原则。 它是指法律会要求当事人全面遵守按照自由意志定律的合同。 怎样才算符合约定匕首原则呢? 其实就是履行合同的时候不能打折扣, 制和量都要过关。 用法律的语言来说,就是要做到适当旅行和全面旅行。 其中,适当旅行彻中于合同旅行的制。 比如,凡是以物作为标的的合同, 像买卖、租赁等等。 最基本的是交付的标的物要符合约定的质量。 如果约定的标的物是特定物, 就不能以种类物代替履行。 比如,约定的是交一画家某幅特定的画, 就不能是他画的其他作品。 此外,既然合同标的是物, 那无论涉及的是转让、租赁还是借用, 一般都不能以支付金钱代替实物交付。 如果不是以物,是以行为为标的的合同, 就像培训合同、演出合同等。 做到适当旅行,主要是说约定的主体必须亲自旅行, 不能找人代替。 比如歌迷买了演唱会门票, 不能说其他歌手更知名、出场费更高, 就能让他买代替演唱会的歌手。 做到了适当旅行,也就符合了旅行合同的制, 但光有制还不够,旅行合同时还得满足量, 也只是要做到全面旅行。 比如,交付标的物时,尽管质量符合要求, 但数量不足,不符合合同的约定, 就是没有全面旅行合同。 价款和酬金上通常用货币计算, 它们的全面旅行就是如数之负。 如果交付的是货物或者行为, 全面旅行就是符合合同约定的数量或者次数和时长。 理解那约定匕首原则, 再来看另一个和它紧密相关的原则, 就是诚信旅行原则。 这两个原则, 其实都源自于民法典总责规定的城市信用基本原则, 只是在合同旅行里把这个基本原则细化了。 旅行合同的时候, 约定匕首原则是最主要的, 诚信旅行原则是对它的补充和完善。 因为约定匕首原则, 说的是要适当全面的旅行合同的主要义务。 而诚信旅行原则, 强调的是双方当事人在旅行合同的全过程里, 都要诚实守心, 不容许欺诈、 蒙骗和任意毁约。 所以, 民法典第509条不仅规定了 双方要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还规定了要根据合同的性质、 目的和教育习惯、 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付税义务。 诚信旅行原则也包括两个方面, 也就是协作旅行和经济合理。 协作旅行就是刚才提到的, 双方在履行合同的时候, 相互服有及时通知、协助和保密的义务, 不论这些义务是否在合同里有明确约定。 咱们本甲案例就涉及这种情况, 老胡续诸十年后要对房屋进行装修, 如果装修并没有危及房屋结构, 服务站就有义务配合。 如果是因为房价涨了, 服务站就借故阻拦, 这就属于没有做到相互协助, 是违反协作旅行义务的。 再如,双方交易货物, 约定交货地点是火车站, 商家把货物倒占卸车后, 当然就完成了交付, 但是也有义务及时通知买家收取, 否则也是违反协作旅行义务。 理解了协作旅行, 对经济合理就好理解了。 他说的是在诚信旅行合同的前提下, 双方可以灵活变通, 比如选择更经济的旅行期, 旅行方式等等。 最典型的就是网上购物, 只要能按期送达, 并且双方没有特殊约定, 商家可以选择运费更低的快递公司, 以及包装成本更低的包装方式。 但要注意, 经济合理的前提一定是适当旅行合同, 不能因为追求旌旗合理, 让合同旅行违反约定, 违背当事人的利益。 最后, 再来看看合同旅行的第三个原则, 有就是律设旅行原则。 原来在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旅行原则, 只有约定匕首原则和诚信旅行原则。 但因为编转弥法典时, 新增了律设原则作为所有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原则, 所以在合同编的具体规则中, 也新增了与合同旅行相关的律设旅行原则。 律设旅行原则的含义很好理解, 弥法典第509条对此的表述是, 当事人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 应当避免浪费资源、 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我们要着重理解的是, 律设旅行原则不仅是保护合同当事人利益, 更是要保护公共利益。 如果损害的不是对方当事人的合同利益, 就不是承担一般性的违约责任了, 而是要依照弥法典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 甚至是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比如,商家对商品过度包装, 收取高昂的附加费, 这就是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 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如果是双方订货, 一方在生产时为了省成本随意排污, 这损害的就是公共利益, 那相关的公益机构或者人民检察院, 就有权提起公益输送, 追究盘污企业的侵权责任。 到这里, 你应该能理解要如何处理开头案例的纠纷了。 认定老胡与服务站在履行房屋租赁合同时是否构成违约, 关键就是要确定老胡的装修是否破坏了房屋结构。 如果确实破坏了房屋结构, 就不是适当履行合同, 属于老胡违约。 服务站当然有权要求停止侵害, 如果造成损害了, 还有权要求老胡赔偿。 如果没有破坏房屋结构是正常装修行为, 那服务站无权阻拦, 否则就是没有做到相互协助, 会违背诚信履行原则。 这个案例的最终结果是老胡找到了鉴定机构, 证明自己的装修没有问题。 所以, 如果服务站还是执意阻拦, 那老胡可以起诉到法院, 要求判决服务站停止阻拦, 继续履行合同义务。 如果因此影响了装修进度, 预计看业时间, 老胡还可以要求服务站赔偿相应的损失。 好, 关于合同履行, 我们就讲到这里。 总结一下今天这一讲。 第一, 合同的履行, 是指债务人需适当全面地完成合同约定的债务, 让合同债权得到完全实现。 第二, 合同履行是合同法的核心, 没有合同履行, 当事人在定立合同支出, 对合同利益的期待就无法实现。 第三, 合同履行的原则, 包括约定匕首原则, 诚信履行原则, 以及绿设履行原则。 合同里任何一方违反这些履行原则, 都会构成违约行为。